要出场的 就是广受大家喜爱 每一个人都特别爱他 不说他几句就活不下去的梁龙 之前呢 乐队的夏天 马东三次邀请 真的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三次邀请 他三次拒绝 怎么讲 有文化 看过三国演艺 知道三国茅庐的故事 没读透对不对 诸葛亮第三次 出来了 想什么呢 所以这次 吐槽大会学聪明了 我们就请了他一次 发了条私信 打吧打吧打吧 来了掌声有请梁龙 大家好 我是中老年美妆博主梁龙 大家不用客气 我在后台听说了 因为前面有一个热场的 一个主持人说 今天嘉宾有谁谁谁 哇哦 有谁谁 哇哦 有梁龙 没事 我心态好 当然了 开个玩笑 其实我的主页呢 是做摇滚乐 很多朋友知道我呢 是因为二手玫瑰 当然了 仅限于知识分子层面 当然了 还有人管我 叫摇滚教母 其实我也不想当教母 主要是中国摇滚乐的教父 太多了 还有很多人在问 说你为啥叫 二手玫瑰 二手啊 在我们那个年代呢 是一种反讽 也是像今天一样的活动 叫吐槽 也就是我20年前 就开始吐槽了 当然了 现在时过境迁 好像二手货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相信这一点呢 吴欣老师肯定很明白 经常捣弄二手 卖卖别人的礼物啥的 其实我跟这个叫 什么快本 简称叫快本 其实还有点渊源 N多年前有一个电影 想请五个人演大侠 最早选定的是 快本的五位大明星 后来吧 弹得七七八八了 最后麻烦了 太贵 一回头 看着我们乐队了 说这乐队有歌 我长得三扁四不圆的 特别像那种 黄金大侠的替补 后来我们就去了 拍摄当天呢 我那被子手吧 有点事就没来 然后我特着急 我说这个 那怎么办呀 人家说没事 你那被子手 替的是吴欣 来不来一样 还有人说 吴欣的衣品不行 经常乱搭 有一次在机场 穿绿色打底衫 配黄色半肩袖 被全网嘲笑 要我说 您确实该学学了 绿色打底衫 就得配红色半肩袖 红配绿嘛 在我们东北叫 红棉袄 绿棉裤 东北大花布 二手时尚 三要素 谢谢大家 然后不得不说啊 刚才这个 你说这么好的一朋友 居然这么整我 就是我们的 董宝石老舅 但是我不能了 就老舅 我一叫呢 就辈分就乱了 辈分乱了 就不能乱叫 乱叫就破功了 老弟 老师说呢 我是他的音乐上的领路人 我也不知道 我领啥了 领出这么个嘻哈歌手的 老师说呢 他要振兴东北文化 文艺复兴 就一首歌振兴啊 东北就插着 一首歌被振兴了 然后他说 我是他的引路人 我框框框框 在前面跑 我走着 你跟着一挥头 你把东北文化振兴了 咋的 我踩他的啊 袁永宜 我的童年偶像 啊 什么 要说重点啊 童年偶像 听说那个 他们买包特别凶 刚才也很多人都说了 然后去门店蹲点啊 逼着人家 把最新款拿出来啊 店员说没有 他也不信 用我们东北话说 你咋那么土呢 对 在我们东北啊 就有个画面 特别类似 就是 他们城里人 去乡下买鸡蛋 一个道理就说 把你家最新的土鸡蛋 给我拿出来 店员说 没啥呢 就是袁姐说 你把鸡给我拿出来 然后刚才说 他老公 老公确实那个 那个我不是特别熟啊 就是 但我知道有老公 有 在一个项目叫 蹦迪 不是蹦迪 蹦迪啊 蹦迪 蹦迪的时候 喊出了一句话叫 老婆 不要再买包了 作为男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痛苦的呐喊 其实多数的媳妇 都爱买包 但是我呢 就没有这种无奈 没钱 没钱有啥无奈的 对吧 姚古月出来也不挣钱 然后呢 我觉得痛苦是 哲学来讲啊 痛苦来自于富有 我看你们真的是太痛苦了 所以就祝福你 越来越快乐 最后啊 说说我们今天的主咖宝贝 李佳琪 主咖宝贝 其实我对她挺喜欢的 我是被逼的 做了一个美妆博主 是被逼的 不是主动的 然后第一次就随便 发了个预告 就在我那个小微博上 然后火了 突然大家第二天都说 我是李佳琪的最强竞争对手 我就纳闷的 什么时候出了一个 搞摇滚的叫李佳琪 咋的也想当教父啊 后来我就 那得学啊 我就上网点个视频 一点开 迎头就几个字 Oh my God 然后我吓了一跳 你知道吗 我点的你的视频 你惊下什么玩意儿 看完之后啊 全程 看完了全程的视频 我就更纳闷了 如此苍白的吆喝 怎么在这个时代 还这么管用 我二十年前 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同学喊 哇塞 就特别时尚 然后二十年后还这样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时代的进步 这就是在我们东北啊 以前的东北 就他那渣渣乎乎样 按我们说话 就是哎呀妈呀 笑他 所以说吧 啥玩吧 都是命 就是人家命好 我呢二十年前就开始化妆 玩得太早了 那个年代吧 也不管你叫美妆博主 他们统称我为变态 然后还有说我什么伪摇滚 但最没溜的是 他们否定了我的艺术 又否定了我的行为 等于否定了我的行为艺术 谢谢 当然了 也说点好话 佳琪呢 听说还是非常努力的 一年得直播三百多场 三百多场 主要目的是 怕他的粉丝呢 不看自己 当然这可能是目的之一 但是我跟你说 不用怕 因为这是早晚的事 这些市场就是这么残酷 口红一哥也会看腻的 再过几年 主要看的就是你们 吐槽的口红龙哥 作为一个乐队玩游滚的 然后因为美妆 受到了一些点击率 其实有点害臊 因为不是美妆不好 我是觉得我的身份 没有被认可 今天来了 大家很混淆 一会儿觉得 梁龙这哥们是咋的 卖花生品的 还是唱摇滚的 有点懵 我花了十几年 做这个乐队 一共攒了三十万粉丝 我一共做美妆 两个多月 就涨了七万多粉丝 这个事让我很尴尬 但是有一件事 特别和谐 我的老粉丝没有掉 我的新粉丝 也开始听我的歌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以前摇滚现场都是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这个姿势 现在当然了 也有现场是这个姿势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 这个时代啊 确实给很多人带来的机遇 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说到命运 哎呀 我说 命运 提外吧 是不是要突然 这就是我的本行 我不能忘的本事工作 记住 摇滚教父 有很多 摇滚教母 只有一个 大家好 我是二手玫瑰 亮龙 哎呀 我说 没有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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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